大家好,我是毒昏 在上期节目中 我们带大家回顾了方舟宇宙的十大鸟屯木恐龙卫星 相信大家对这些恐龙和它们现实原型之间的差距也有了一定概念 依照原计划 我们原本准备将方舟的西屯木恐龙一口气排完 但根据投标结果显示 大家还是希望看到更多恐龙在视频中登场 因此本期节目 我们将根据实信进行细分 这里先和喜欢大型蛇龙的观众说声抱歉 你们要在下期节目才能看到神仙打架了 在本期节目中 我们将为大家先排列一番方舟的素食杂食性西屯木恐龙 看看谁在方舟中平平无奇 谁又是大卫星天花板 第十名 至尖伤齿龙 作为一名相当反直觉的幽灵刺客 伤齿龙经常被描述成纯粹的肉食动物形象 但事实上 在近几年的研究中 古生物学家们先有基于牙齿形态 以及对被丝和钙的同位素分析后发现 以窄转龙为代表的伤齿龙类实际是混合食性 会以直食为主的标准杂食性恐龙 并非大众刻板印象中的纯肉食动物 而在方舟 虽然游戏中的伤齿龙确实表现为高度肉食性 但海伦娜还是十分专业的在笔记标签中 白纸黑字的将伤齿龙标准为直食性动物 不管这是不是海底笔物 但无论从游戏设定 表现角度考虑 还是现实原型 伤齿龙都是实至名归的杂食性西屯木恐龙 进入体型测量环节 这一次的对比对象 我选择的是一只建高76厘米的美洲豹 可以看到就算是伤齿龙这样的方舟小型恐龙 来到现实中 或许真能像海伦娜说的那样 成为生态系统的统治者 顺带一提 我们生存者的身材也真是够夸张的 但看这个对比 感觉美洲豹都未必能百分百打下 经过测量 方舟伤齿龙的体长约为2.5米 高度为1.12米 带入Zabrush计算后的体积 约为0.081立方米 考虑到系统木恐龙 普遍就有气囊结构减重 因此密度会相对更低一些 这里我们带入0.95的密度进行计算 得出方舟伤齿龙的体重又为77公斤 相当于花豹和美洲豹的体型 而由于伤齿龙本身已经成为一名 因此我们选择了 长期被视作伤齿龙同屋一名的 不等宅爪龙进行对比 基于52611等材料 气体长复原后同样是在2.5米左右 不过直观对比双弯的轮廓 我们还是可以看出 方舟伤齿龙的后置更加短粗 身材更加壮硕 这也是为什么在同体长下 不等宅爪龙体重估算只有约35千克左右 不到方舟伤齿龙一半的原因 所以方舟伤齿龙的体长威胁程度为0% 位居本排阳榜榜尾 第九名 见证镰刀龙 作为新手村就能遇上的包糟老哥 魁梧的身躯 缓慢的机动性 以及自带多功能瑞士军刀 镰刀龙绝对是方舟西屯木恐龙中的人气担当之一 可以说很大程度上 正是为了让镰刀龙出场 我们才开始考虑根据实性划分系屯木恐龙榜单 不知各位小伙伴在新手时期 有没有挨过刀割大爪子的问候呢 进入编辑器场景 这次我们选择的对比对象是 侏罗纪世界三周的镰刀龙 可以看到尽管双方的体长和身高都很接近 头也都相当大 但是更加粗壮的颈部和身材 让方舟镰刀龙在试杆上明显要大了不止一圈 宛如一个壮硕的摔跤手 相比之下 侏罗纪的镰刀龙 简直像个弱不禁风的细竹杆 经测量 方舟镰刀龙的体长为9.6米 头高为6.17米 在测量体积并带入密度0.97欧 球中的体重约为17.54吨 而现实中的龟形镰刀龙 由于其主要的标本为不完整的四肢骨骼 因此我们只能参考其较为完整的近亲 四大地栏素周龙继续复原 复原后的龟形镰刀龙长约9米左右 因此单看体长的话 方舟镰刀龙的卫星似乎并不严重 在方舟的见证镰刀龙面前一时瞬间成了戏狗 身体粗壮程度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因此在体重方面 估算体重约7吨重的龟形镰刀龙 仅有方舟镰刀龙的40% 差距极大 不过毕竟方舟的恐龙体重无法精确量化 只能通过第三方手段估算 我们还是依照更直观的体长卫星程度进行排名 所以方舟镰刀龙的体长卫星程度只有6.7% 排行屈居第九 第八名 急走四肌龙 作为孤岛奔跑速度最快的恐龙之一 四肌龙这一显著长满 却似乎并没能给它带来足够的关注 毕竟其天性被动必战 速度快却不吃流星锤定身 麻醉弩剑还容易直接射死等等麻烦的因素 使得在发展前中期驯服起来门槛较高 为了一个单纯速度快的代步工具 大费周章实在不值得 进入体型测量环节 这一次的对比对象我选择的是 现存最大恐龙 非洲鸵鸟的骨架 可以看到方舟四肌龙果然大伤不少 非洲鸵鸟在其面前就像是一只小鸡仔 经测量 方舟四肌龙的体长为8.88米 头高则为4.22米 计算体积并带入密度0.97 得出其体重又为3.47吨 对比现实中的卢炮四肌龙 其正魔标本即复原后的体长又为5-6米 体重约半吨 直观对比剪影轮廓可以看到 方舟四肌龙不仅远大于其现实原型 其体型甚至可以植住于亚洲最大的兽脚类口龙 起义恐手龙 总之方舟四肌龙的体长威胁程度为48% 位居排阅版第8 同时这里我们把一只方舟四肌龙给缩放到了现实长度 并原版进行对比 以便大家直观感受双方的差距 之后的每一种恐龙我们都会进行这样的缩放展示 第七名 博爱巨盗龙 作为切带龙的大表哥 投为切带龙类的巨盗龙在方舟中的形象和地位可谓是脱胎换骨 不仅定位上从脱胎小毛贼化身为了博爱的蝙蝠侠 不仰挺拔的身姿 外观比他那猥琐丑陋的兔毛亲戚好看了百倍不止 进入虚幻5的编辑器场景 我们可以看到方舟巨盗龙的体型真是出奇的大 身高5米的网文长截录在其面前都瞬间成了小矮个 经测量 方舟巨盗龙算上维宇的体长为12.1米 高度为7.3米 计算体积并带入密度0.97 得出其体重又为8.6吨 这已经和同样来自东亚的奇异恐手龙差不多了 基于对现实中恶灵巨盗龙正目标本的复原 其同姿势下的体长又为5.2米 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缺乏化石证据 我们难以推测恶灵巨盗龙潜在的扇形围宇有多长 因此只能采用不含围宇的长度 而经过我们测量 方舟巨盗龙哪怕不算围宇 长度也有8.22米 因此公平起见 在双方都不算围宇的情况下 方舟巨盗龙的体长位行程度为58.1% 排名第七 作为方舟第一社交达人 尽管游戏中的梁龙是个智力底下的泥足巨人 使得大多数玩家几乎从不正眼看他 只把他当作新手的优质深入活体罐头 但毕竟是驯服后能到公交车用的 体型肯定小不了 进入编辑器场景我们可以看到 方舟梁龙的体长远远超过了 人类一只最大的脊椎动物蓝鲸 从视感上来看 方舟梁龙的体积并不逊色这一海中巨人 经测量 方舟梁龙的全长达到了惊人的51.4米 头顶离地面的高度为8.6米 计算体积并带入密度0.95 得出其体重又为278吨 所以尽管咱们的海莲纳称其体型太小 无法承载皮带 但梁龙的体型是真真切切的比蓝鲸还要巨大 所以 你他妈告诉我这接近300吨的玩意 在游戏中连倒手缘都打不过 啊 而现实中梁龙鼠最大的物种自然就是哈士梁龙了 也就是过去所谓的哈士地震龙 对其正模标本复原后估算可达27-32米长 20-25吨重 不过目前部分学者提出 哈士梁龙可能是其模式种长梁龙的同物一名 本期视频暂时也采用该观点 虽然大名滴滴的地震龙确实也是个盘然大物 但是通过对比双方的剪影轮廓 可以看到方舟梁龙可不单是长度更长 躯干的粗壮程度和占身体比例也要大得多 因此体重足足超过现实原型近14倍 更不要提体型更小 但更知名的卡士梁龙了 周上所述方舟梁龙的体长卫行程度达到了60.6% 位居第六 第五名 太太阿玛加龙 呼啊 洗脚类大军还在发力 作为方舟现有的四种洗脚类中 最精通魔法的一名成员 就让我们来看看方舟的太太阿玛加龙 究竟配不配得上太太二字吧 进入编辑器场景 我们可以看到方舟阿玛加龙的体型相比之下还是不小的 没错 这次我采用的对比对象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擎天柱 可以看到无论是和卡车形态的柱子格对比 还是和汽车人形态的柱子格对比 方舟阿玛加龙都丝毫不显体型劣势 即测量 方舟阿玛加龙的全长为24.1米 背部追击的最高处高达7.1米 计算体积后带入0.95的密度 结果又为60吨 可见哪怕作为方舟体型最小的洗脚类口龙 怕现实中也能躋身最大的一批洗脚类了 对比现实中的卡士阿玛加龙 基于正魔标本推测器体长又为13米 体重又为5吨上下 加上双方的轮廓直观对比 我们便能看到卡士阿玛加龙 大概也就太太阿玛加龙的尾巴长 相比之下 方舟的阿玛加龙确实不负太太威名 基于卡士阿玛加龙 本就是体型最小的洗脚类口龙之一 架小的现实原型 无意味方舟阿玛加龙的排名带来了不少优势 最终他以85.4%的威胁程度 排在了本榜单的第5位 第4名 试卵切蛋龙 真没想到 洗脚类军团势如破竹一路平推的攻势 居然被一个小毛贼给打断了 大家对切蛋龙应该都不陌生 所以我们直接进入体型测量环节 可以看到 方舟切蛋龙的体型确实不大 试感上并不比我们的生存者伟岸多少 经过测量 他的体长又为2.81米 拉直尾巴大概有个3米 高度则为1.6米 计算体积必带入0.95的密度后 体重又为136千克 既然如此 那么切蛋龙之所以能够上榜 唯一的原因就只能是 他的原型更小了 对比现实中的四角龙切蛋龙 根据其正模标本并积其近轻复原后 体长只有约1.5米 体重更是只有25千克 大概也就一条中型犬那么大 这才让切蛋龙以区区3米的身长 却能掌握100%的微型程度 从而夺得该版的第4名 第三名 神又雷龙 他来了 他来了 方舟的始祖巨龙终于来了 相信不少玩家第一次深刻感受到 方舟恐龙体型的震撼 便是在新手村海滩看到雷龙的那一刻 即便是方舟那开水托小伤好几圈的第一视角 也难以掩盖其伟岸的身姿 进入编辑器场景 我们便能更直观地感受到 方舟雷龙那惊人的体型 哪怕在电影金刚库罗党的究极Boss 骷髅排行者面前 方舟雷龙都丝毫不嫌体型劣势 经测量 方舟雷龙的全长达到了65.9米 头顶离地面的高度为19.8米 计算体型并带入密度0.95 得出其体重又为840亿吨 这个体型说是怪兽 真的一点都不为过 对比其现实原型 通过对性力雷龙的正膜标本复原后 其体长大概在23米 体重又为20吨左右 我们将双方的捷影轮廓进行对比 就会发现 两只性力雷龙的重量 加起来可能都不如方舟雷龙的一条脖子 哪怕人类已知最大的脊椎动物蓝筋 也不仅方舟雷龙的一条尾巴 如同神明庇佑的体型 让方舟雷龙以186.5%的卫星程度 轻松奖获本排奥巴的前三名 这里查播一件事 由于这两天我嗓子不舒服 到这里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所以接下来的内容 就让我们的睡沙来继续下去吧 好久不见我是睡沙 本期视频的合作者之一 接下来就由我来替毒毒杰克班 为大家继续介绍 咱们十大卫星榜单的冠亚军 第二名 火宝泰坦巨龙 如果说800多吨重的神佑雷龙 都让你感觉到监察者还是略显保守 这都没过1000吨 那么接下来登场的这位 将代表西角类军团 向冠军王座发起最后的冲锋 作为方舟体型最大的恐龙 直到秘诀推出之前 泰坦巨龙都稳坐 最大可训化生物的头把交椅 而至今 它也仍然是方舟 以现实古生物为原型的 生物体型天花板 除非铜佩服在未来登场的 不屈无畏巨龙身上脚田树直 不然这个记录可能永远无法打破 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测量测量 这座行走的巨山 看看泰坦巨龙盛名之下 是否能复吧 这种场景可以看到 哪怕是四足助力的姿态 方舟泰坦巨龙都可以直接 平时赛完奥特曼了 不知各位观众觉得 以泰坦巨龙的体型 能不能到赵和时期的 远古片场客串一回呢 先不要急 我们再让它站起来看看 感谢观看 经过测量 方舟泰坦巨龙的全长达到了 无比惊人的128.4米 颈部最高处达到了37.2米 而等泰坦巨龙抬起上半身 其堪称高耸入云的头部 更是能达到骇人的61.5米 在体长如此夸张的情况下 泰坦巨龙的体重自然是一点也不掉秤 通过软件计算体积并带入密度0.95 我们得到了一个极为惊人的数字 10255.25吨 唉 通飞服到底还是让一只常规的恐龙 超过了1万吨重呢 那么问题来了 方舟泰坦巨龙的原型会是什么呢 虽然现实中的确存在名为泰坦巨龙鼠的西角类 其模式种为印度泰坦巨龙 Titanosaurus indicus 且该鼠先先后后归入了大量物种 但是由于印度泰坦巨龙过于完整的保存程度 实在无法与其他西角类恐龙进行对比 更无法估算其体型 这也导致泰坦巨龙鼠成为了标准的分类垃圾桶 因此我们只能换个角度 从泰坦巨龙类中寻找对比对象 作为公认体型最大的陆生脊椎动物之一 乌英库尔阿根廷龙代表着最大的泰坦巨龙类 及西角类恐龙 基于其正模标本及其他贵入材料复原 乌英库尔阿根廷龙的体长可达33.5米 体重达80吨 然而这个体型吧 在方舟泰坦巨龙面前 不说是能摆摆手腕吧 也只能说是小巧玲珑了 通过这张剪影图我们可以直接看到 无论是蓝鲸还是乌英库尔阿根廷龙 方舟泰坦巨龙放个屁 估计都能把他们震飞 所以综上所述 方舟泰坦巨龙128.4米的体长实在是过于害人了 哪怕是和现实中已知最大的西角类恐龙之一 阿根廷龙相比 也有着283.3%的微型程度 因此成功拿下了本排羊马的亚军 而当我们将方舟泰坦巨龙等比例的缩放到 现实阿根廷龙的长度之后 便能更直观的感受出方舟基因工程产物 和现实原型的小差异了 第一名 灵异龙 其实这个视频要是我们早一点发 泰坦巨龙还真就是冠军了 但正是飞升机变新上线的灵异龙 成功拦下了西角类的夺冠之路 顺带不吐不快的是 作为一种以中国恐龙奇异龙为原型设计的新恐龙 蜗牛的汉化水平让人怀疑 他们是不是根本不懂中文 意义在这里是署名 灵是种名 准确的翻译应该是灵异龙 毕竟很显然现实中没有叫灵龙的恐龙 但他愣是能把一一令给执意成了一灵龙 唉 蜗牛翻译魅力时刻了属于是 而这只善于滑翔 并能发射灵雨的扇盘鸟龙类 现已正式登陆飞升机变了 不知各位驯龙大师觉得 驯服灵异龙和对战阿狼神哪个更容易呢 同时相信已经有在游戏里和他打过交道的朋友 猜到灵异龙夺冠的原因了 通过编辑器场景可以看到 灵异龙的体型确实称呼仗太大 其体型也就比迅哥大上一些吧 经过测量 灵异龙的体长约为5.93米 翼展则为7.82米 通过软件计算体积并带入密度0.95 可得出气体重约为1.28吨 那巨瘦灵力的方舟确实略显保守 不过嘛 作为一种竖起的小型恐龙 灵异龙的现实原型 其翼龙的体型实在是太小了 根据其正目标本保存的部分推测 它不过是个翼展只有50厘米 体重仅仅250克的小不点 这么一个的现实中 骑你还差不多的小东西 到了方舟都能再人滑翔了 你说卫星程度大不大呢 通过对比双方的轮廓 就能很直观的发现 奇翼龙甚至不够灵异龙当零食池 而我们将灵异龙缩放到 现实骑异龙的大小之后 这个对比就更加强烈了 缩放后的灵异龙几乎都看不见了 在他面前的生存者和灵异龙 就宛如一位巨人 和他的双足飞龙坐骑一样 总之经过计算 灵异龙的驿展相较于奇异龙 足足卫星了1464% 毫无疑问是本榜单的冠军 至此我们便将方舟速食 杂食性系团类恐龙的卫星程度 大致盘了一遍 不知道结果和大家的预期差距有多大 在下期节目中 万众瞩目的六十性兽脚类恐龙将悉数登场 像霸王龙 急龙 沙齿龙 南方巨兽龙等 诸多明星恐龙 在监察者手中经过了怎样的金刀细琢 冠军又将花落谁家 顺略套路下 下期节目我们会和战略恐龙 科普UP主双子山猎人合作 他们在此前基于较为科学的方式 系统回顾总结了十大兽脚类恐龙的体型 因此下期节目我们会参考他们的成果 没有看过的小伙伴 要是有兴趣也可以过去看一看 那么点赞投币加速催更 下期视频不日奉上